今天给大家分析一个八字 而这个八字是一个客户 也是我的一个网友 特意让我们公开的八字来讲解一下 但它这个八字特别的典型 特别的特殊 等一会我给大家会讲这个八字的特殊之处 大家来看 这就是这个八字 甲引鼎丑 心味极丑 下面是它的大运 没有起权 我们就按这个来起 我们现在先分析一下它的八字 心经是它自己 所有的东西都要以心经为参考为基准 心经正在丑月 丑是什么 是冬天 丑呢 也是土旺的一个节点 再一个呢 就是丑土是心经的木库之地 其实这也是心经得令的一个地方 并且丑土又是心经的印心 所以说这个心经我们看着它已经非常妄想 再者 心经 制作为土 也是印心 也是非常妄想 但是这个命局特殊就特殊在 它命中有丑土 为土 丑土 两个丑土一个为土 然后有极土以化 这个极土是什么 是它的销神 是它的销神 然后这个地方就出现了一个我们经常讲的什么 土多金埋 土本来是生金用的 对不对 土生金嘛 但是如果说这个金特别的少 土特别的多 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一个是吧 土生不了金 反而把金给埋磨掉了 这就是土多金埋的一个原理 我以前的时候给大家讲过这个比喻 你像我们关爱孩子一样 如果说我们在教育孩子的时候能刚柔相继 宽颜相继 这叫什么 这叫关爱 对不对 但是如果说我们一味的去对它好 无节制的对它好 这就成什么 这叫逆爱 这就是土多金埋的这么一个理论 那么我们就再看 丁火 虽然是克制新金的 但是丁火处在死地 因为丁火生在冬天 冬天水旺 水来克火 火处死地 但是这个命局 它的喜用神和其他的一个命局的喜用神 选择上它是不一样的 就是因为有土多金埋的这一个迹象 所以说呢 他在去喜用神的时候 一定要按照这个规则 而土多就是这个命局的一个病 它的病 而这个喜用神就是治这个病的良药 喜用神是什么 土多 我们怎么把这个土减少 两种方式 一种是克制 第二种是卸掉 卸掉 就这两种方式 那么土是病 什么来克土啊 木来克土 好就好在这个命局当中的黏柱上 有一夹影 而夹影 这个木啊 力量还是非常强的 地质是影 甲也是木 全是木 而这个木可以说 比较望向 这就是它这个命局当中的一个好处 就是因为喜用神后处 但是我们要看大运上 是不是有这个喜用神的一个天开地址 大运走没走到这个喜用神的这么不好运上 四水 十四水 饮运 卯运 它都是木 这是非常好的运程 然后在二十四水 三十四水 它的第二喜用神就是金 因为土来生金 所以说 就能卸掉这个土的力量 土多金买 就是因为土太多 金太少 那么这个金 我们通过大运 我们通过流年 给它加入进去 那么金多了之后 那么它也可以达到土来生金的这个目的 所以说我们要把金的数量增加 这样也可以达到卸掉土的这个力量 所以说金就是它的第二用神 四水到十四水走的是银毛大运 这个运程还是非常不错的 二十四水到三十四水走的是银新大运 其实也是不错的 但是不好在哪里呢 这个地方又出现了一个尘土 新是制作一个火 七杀 所以说这个新金的力量也会受到制约 再一个 这两个金的力量不是太强 所以说这个运程呢 只能是喜忧参半 然后再看四十四岁五十四岁 这个运程对这个面具几乎就没有任何好处了 因为它的喜用神只是木和金 走其他的运程肯定是不会太好的 因为我们五行的规则是什么 那么就是平衡的规则 只要让这个面具平衡 那才是好业 平衡不了 绝对就是凶 这就是这个八字四柱的一个原则 就是平衡 怎么让这个面具平衡 用木用金就可以让它平衡 这就是这个八字非常特殊的一个地方 就是土多金蓝